哈囉大家好 大家期待已久的完解C第二集來囉 這一集我們來聊聊塑膠地板吧 塑膠地板顧名思義 使用塑膠材質仿木紋質感製成 也常常被稱為是PVC地板 通常自己就可以以外外輻射 不需要請木工師傅到家裡 喬喬搭搭還有鋸木頭之類的 也因為這樣可以避免許多粉塵的問題 不順便績小的話一天就可以完成 而且價格經濟又實惠是想自主的好選擇 但是在選購塑膠地板前 大家心裡一定有一些疑慮 譬如說看起來會不會假假的 或者是會不會有很重的塑膠味呢 所以這一集的完解C 小編就一一來替大家解惑啦 地板市面上常見的塑膠地板 可以分為 在壓紋的部分又分為 立體壓紋以及平面無壓紋兩種 立體壓紋比較能夠呈現木紋的立體質感 有不錯的繁華效果 但清潔上就比較需要少家的注意 因為縫隙會比較容易卡髒 另外一種平華無壓紋的產品 在清潔上就比較方便 而且可以更假的節省成本 很適合商業用的空間 但是紙滑效果以及木紋質感就會稍微差了一點 剛剛提到的第一種粘膠式地板 它的價格取決於木紋仿真的程度以及厚度 通常是三者當中最為便宜的 有些產品需要自己在背面上膠才能夠黏貼 另外一些則是自粘式的地板 本身就有背膠 但是通常塑膠地板會有味道 就是因為有些產品 黏合季中的甲醛含量沒有經過嚴格的把關 長期吸入對人體可能是會有健康的抑鬱 這一點是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再來呢是卡扣式地板 卡扣式地板不需要黏貼 搬架時還可以拆卸帶走 但因為機材偏硬 如果鋪設地面不夠平整 或是施工時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扣件可能會有斷裂的風險 所以在使用上還是需要稍微的注意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粘膠式地板以及卡扣地板以外 DHSHOP的歐巴地板是免膠免釘的PVC地板 不需要像卡扣地板一樣 鋪設時需要小心扣件斷裂 也不需要像黏膠式地板需要上角黏貼 可以直接放上去就可以鋪設 可以說是市面上最容易DIY的塑膠地板 想不到歐巴地板更詳細的介紹 可以參考我們上一集的晚節系喔 接下來小編為大家整理了一些塑膠地板的優點跟缺點 優點的部分 塑膠地板的顏色以及花紋相較於石木地板 有更多的選擇 可以達到許多不同的風格 價格也更為的親民 另外呢 因為塑膠防錘的側性 也讓塑膠地板比較方便清潔 缺點的部分 是有些比較廉價的產品木紋的質感 可能就沒有到這麼的好 再來如果你要選用有黏膠的產品 就需要特別注意甲醛對於人體的影響 但是總結來說價格清理而且適合DIY的塑膠地板 對於小空間的裝修以及小蜘蛛 珠珠珠珠來說還是一大福音啦 看完了以上的介紹 最後小編想要詢問各位 是什麼原因讓你點進來觀看本集的影片呢 A 正在糾結該選擇石木地板還是塑膠地板 B 準備選購塑膠地板 但是卻有許多的疑惑 C 想要參考一些不一樣的家居風格裝潢 D 你上片我就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你的選項 有任何想看的主題也都可以留言告訴小編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阿河 fferý Всё 一點滿衛 有點太瘋了 e statt滾 很靠近 C 猪mu